大家好,我今天想介紹的湯可以健脾去濕,清熱潤肺和化痰止咳的功效 叫做五指毛桃瘦肉湯 先介紹一下材料 五指毛桃20克,雪耳半個,黃豆50克,龍荔葉10克,南北杏10克, 蜜棗兩粒 首先將五指毛桃和黃豆用清水浸半小時 和大家講講五指毛桃的功效 五指毛桃可以健脾養胃,補氣益氣,去濕,止咳的功效 之後同樣地將龍荔葉和雪耳用清水浸半小時 這款湯我加了雪耳,雪耳可以促進腦部健康,改善記憶,增強免疫力,改善皮膚細緻度 有助控制血糖的水平 雪耳洗淨後,把它剪成細件 中間比較硬,黃黃的部分,我通常把它剪掉,不要 而龍荔葉就要清洗一至兩次,因為曬乾時,怕有些沙塵,洗乾淨,喝也放心 而龍荔葉可以清熱潤肺,化痰止咳,主致肺熱咳受痰多,口乾便秘功效 龍荔葉尤其適合吸煙的人士飲用,因為它們吸煙經常感覺肺又乾又燥 而龍荔葉可以清熱潤肺,化痰止咳,達至舒緩作用 我們準備好材料,現在可以煲湯了 我準備了2公升的水,水滾後,將所有材料放入鍋裡 大火滾起,再轉中小火,煲它半小時 湯可以先煲,我們準備了瘦肉,瘦肉半斤,清洗後把它切片 之後飛水,冷水下鍋,水滾後煮1至2分鐘,去血水 之後再用清水沖洗 很快,湯就煲了半小時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下瘦肉,繼續用中小火,煲它1.5小時 一共煲了2小時 最後加點鹽調味就可以喝了 五指無桃瘦肉湯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介紹的湯水 如果大家喜歡,不妨按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接下來我還有其他有益湯水介紹給大家 謝謝大家